欢迎各位乔友来听这一堂课 波兰梅花的制度简介 我先讲一下我使用波兰梅花的历程 大概在2008年的时候 我们中复大学准备要去办理 世界大学乔业检标赛 2008年我们中复大学有一位陈嘉平教授 他就代表中复大学到波兰去取经 因为2008年的世界大学乔业检标赛是在波兰举办 陈嘉平教授去了波兰之后 他就带回了波兰梅花这个教牌制度 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我觉得这个教牌制度还不错 那就跟他看了一下 那研究一下 那后来有跟我的这个同伴有去打这个波兰梅花制 那我这个两年前的同伴是无声风医师 那不幸的他在两年前就过世了 那所以呢这个我这个波兰梅花这个制度 也将近两年没有再使用的 那我一直在思考说这个波兰梅花到底是还要不要再拿出来用 或者就直接就丢掉了 那我但是我想这个波兰梅花制度 应该算是还不错的一个制度 那现在正好中山大学的这个学生乔益社 那有同学我也问他们是不是要学这个波兰梅花制 那我也希望把这个波兰梅花制传给他们 那他们也乐意来学这个波兰梅花制 那本来我是想说就跟他们我们的学生来讲这个波兰梅花制度 那我想说如果在线上讲这个制度的话 那就可以开放更多乔友来听讲 那所以呢就有今天这个波兰梅花的这个制度的介绍 好那我们看一看这个世界大学乔益锦标赛的历年的成绩 那这个世界大学乔益锦标赛是从2000年开始举办 那各位可以看到波兰 红色就是波兰的这个参赛队伍的成绩 那虽然这个队伍的数量不是特别多 大概十几二十队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波兰历年的成绩 都是名列前茅 基本上都有后的前三名 那波兰的这个队伍是不是一定打波兰梅花制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么多打 那我但是我相信波兰应该有蛮多人打波兰棉花制度的 这有点像当年在台湾 那像我这个年纪的话 当年学敲牌的时候 有很多人就开始学精准字 那所以在台湾在三四十年前的话 精准字可能是在台湾是一种惯用的制度 那不过当然现在精准字在台湾已经用的人已经很少了 好那再课完我们看一下 WBF对教牌制度的分级的情况 那大概分成四个等级 一个是绿色的教牌制度 像这种自然自然二概一种绿色 就是教牌非常自然的 然后第二个是蓝色的 譬如说精准字 就是一梅花或者是一方块 它是一个破教的强开教 那精准字开教一梅花就代表16点以上 那再过来这个红色有分成两种 红色一跟红色二 那红色一的话就是开教一梅花 表示 这个自然梅花的牌组 或者是平均牌型或者是强梅花 所以这个波兰梅花大概就是落在 红色一的这个范围里面 那波兰梅花开教一梅花的时候 它就是可以表示这三种情况 它就是梅花牌组 或者是弱的无妄 以及强梅花的情况 那当然第四个等级就是防射的 就是HUM 那HUM的话基本上 在大部分的比赛都不能使用 除了在世界杯比较 比较后面的阶段 才能够使用HUM的制度 好那波兰梅花它事实上有好几个版本 那我手中现在有的版本是一个2000年的版本 还有这个2005的版本 那所以今天谈的主要是2005这个版本 那另外有一个乔友提供我在网路上有一个2010的版本 在网路上有2010版本 但是这个网路上2010的版本 它不是一本书 它就是每一个制度 它都可以把它展开来去查 这个制度或者这个教评或者是后续教评的一些方式 那查是相当方便 但是读起来是不太方便的 那今天主要是这个波兰梅花2005的这个版本 那我现在贴的这个是波兰梅花的原文里面所描述的这个开销的状况 那所以呢大概看这个表 可以大概可以知道波兰梅花的一些状况 那最重要波兰梅花最重要就是易梅花的开销 那易梅花开销它就是分成三种 第一种就是12到14的平均排行 那这个有点像我们在讲 自然质里面的5542 我们讲自然质5542 那说开销易梅花保证两张 那那个二的时候大概就是像这种情况 就是第一档平均排行 那在自然质里面开销5542 大概就这个状况 那易梅花开销里面的第二种情况 就是15点以上的梅花排阻 在外是第三种情况是18点以上任何排行 那这个就很像我们在精准质里面的开销易梅花 那精准质开销易梅花它的力量是16点以上 不过波兰梅花这边是18点以上 那另外呢这个 因应这个开销易梅花的这个状况 所以这个两梅花的开销当然也会改一下 那我们在自然质二盖一里面 两梅花是代表强牌 那这里强牌已经放到一梅花里面去了 所以两梅花呢 它就回归精准质的开销方式 所以两梅花的开销方式跟精准质是几乎是一样的 就是它是6张梅花 或者是5张梅花 大概一门4张的高花 那它点益范围就是稍微限缩一点点 那基本上就11到14点 基本上是这个一个范围 那15点以上的话 就可以直接开销易梅花 那所以呢这个要学这个波兰梅花 其实我觉得对于大部分的巧友来讲 应该是很容易入手的 那只是这个波兰梅花可能没有接触过 所以觉得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基本上你只要学会一梅花 那所有其他的教牌方式 都可以按照你现在的教牌方式来进行 那当然一梅花伴随这个两梅花 那以前有不少桥有打过精准质 那这个两梅花也就不是困难的问题 那当然如果没有打过精准质的话 这个两梅花就稍微学一下 那所以呢 今天我们的介绍的这个标的物 最主要就是一梅花 那包含两梅花 那剩下其他的教牌方式 都可以依照你原来在打自然治的时候的教牌方式来进行 那但是呢就是说 你要知道说我这个一红星或一黑岛开轿 它最多到17点 这个就各位要知道 然后两方块以上 两方块以上的这个弱教 你原来用什么制度 你现在就可以用什么用一样的制度 那不过这个波兰棉花呢 已经把这个马蹄两方块的这个概念都已经放进去了 就是我们现在在国内在 大部分在乔市组的乔友打的两方块 都是一门若高花 然后两红星呢就会是红星加另外一门 两黑桃呢是黑桃加另外一门 那不过呢这个波兰棉花这边的两红星 它的红星加另外一门 它可以这个它是可以红星加黑桃的 那我们在国内打两红星开轿 大部分都是红星加地花 不会加黑桃 但是这个地方的话是这个 波兰棉花里面是红星加黑桃也可以 那如果是这个两黑桃开轿的话 那就黑桃加地花 好那再过来是两红网 这个波兰棉花特别规定两红网是 这个55的低花 那我个人觉得这个似乎不必要这样使用 那为什么波兰棉花会规定两红网是这个55低花呢 那它其实对这个两红网的教评 就是觉得两红网没有用 它不喜欢教两红网是什么 20到21点平均排行 它认为这个两红网开轿20到21点平均排行 就强这个超强的这个五红网开轿之后 后续的教评不容易发挥 不容易叫牌 那所以它这个对于这个超强两红网的开轿 它就舍弃了 那舍弃之后呢 它就发现 这个有一个地方没办法叫出来 就是55的低花 所以它就把两红网拿来做55低花的开轿 那我个人的见解是 这样的话它违反这个我们大部分桥友的这个开轿方式 所以我的见解是这个两红网不必用这个方式 就是按照你原先 就是各位桥友在使用两红网的开轿方式 那大部分的两红网开轿都是强超强的五红网 是20到21或21到22的平均排行 那我觉得就是按照你原先的方式 那其他的部分 三线就是弱教 然后三路网是这个gambling 那四标是方块是自然弱教 那所以各位可以看到就是在波兰梅花里面 在波兰梅花里面 那其实我们唯一要学习的就是异梅花的开轿 那负担一点点都是两梅花的开轿 这是波兰梅花里面 那我顺便要说一下 就是我看了这个波兰梅花的这个书籍 还有查阅相关的这些资料 甚至于看世界杯波兰梅花配 他们的有些 他们有些配合打波兰梅花制度 有些不是 那我查他们的教牌制度卡 那对于这个一方块的开轿 我觉得都没有很清楚 那当然这边讲的很清楚 就是12到17方块排除 4张以上 那但是呢对于18点以上的方块排除 就讲的没有那么清楚 那因为在这个18点以上 在开轿一梅花的状况之下 你很难把方块排除把它表现出来 非常困难 那整本的波兰梅花的制度里面的书 包含这个世界杯波兰梅花的赛队 他们的教牌制度卡里面 都没有很清楚的呈现说 如果我18点以上是方块排除 用疫苗开掉之后 后续叫瓶要怎么叫 基本上都几乎都没有呈现 所以这个目前其实对我来讲 也是一个 不知道的答案 这个是一个很困扰的东西 好那这个呢 所以基本上这个就是波兰梅花的一个架构 好那 根据这个架构就是 我这边就会把这个开轿的方式 然后写的比较更明确一些 那这边就看一下 就是这个一梅花的开轿 那一梅花基本上就12到14是低档 但是低档里面呢 他讲的是我们刚讲说 他是可能是平均排行 那事实上应该是这样 应该这样说就是 不会有五张的高花 不会有四张的方块 也不会有六张的梅花 因为六张梅花可以开轿两梅花 那除了这之外呢 他也完全是平均排行 比如说41是 那一张方块的时候 你也是要开轿一梅花 那在波兰梅花制度里面 甚至于他建议 405 零张方块的时候 不要开轿两梅花 开轿一梅花 那所以这两个情况的话 他并不是真的是平均排行 然后再过来第二个case 就是刚刚所过的 就是15到17 5张以上的梅花 或者当然18点以上 5张梅花也是这样叫 然后再过来就是 刚刚讲就是 对于这个方块排除的 18点以上要怎么进行 这个很困扰 那之前我们这个 讨论研究的 这个结论大概是 是这样一个情况 就是说 如果你有5张以上的方块 5张以上方块 但是你有4张 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说 你5张以上的方块 但是没有4张高花 你要开轿一方块 就是因为刚刚说过的 就是一梅花开轿之后 很难表现18点以上 5张方块的情况 那所以有些情况 还是把它放到 这个一方块来开轿 就是这边谈的 18点18到21点 5张方块 但是没有4张高花 那这个情况大概就是倾向于低花 然后不平均的情况 因为低花如果比如说5市低花 然后平均排行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视为平均排行去开轿 那所以这个 这个是一方块 我这里认为是可以这样来进行 就是把5张以上的方块 不平均排行的放到一方块开轿 那其他的就按照波兰棉花 原先的这个规定来进行 那这是一梅花跟一方块的情况 那剩你其他的东西 其实就跟你自然自的开轿一样 但是呢 就是你要记得 就是你的上限就是17点 那这是一红星跟一黑岛开轿 那当然这边有一些比较多余的描述 那基本的概念就是11到17点 然后呢这个义务网的开轿 那义务网开轿基本就是15-17点的平均排行 那至于这个义务网的开轿 可不可以有高花5张 我们现在国内大部分的乔友在打的时候呢 现在义务网开轿基本上都是允许高花有5张 但是这个波兰棉花他其实不是这样讲 他就是说坏的高花 坏的高花 你可以开轿一无网 好的高花你还是要开轿一红星或者是一黑桃 那所以这边就做一下 就是稍微做一下这个结论 就是这边似乎到17 15-17点 如果你是坏的高花 其实你可以开轿一无网 然后再下来是两梅花的开轿 那两梅花开轿就是 按照精准字的方式就11-14点 然后6张梅花或者是5张梅花加4张的高花 然后现在就6张梅花跟5张高花要怎么叫 那6张梅花5张高花要怎么叫呢 抱歉我在开会 有人一直打电话给我 好那就是6张梅花5张高花到底要怎么叫 那这边我们的建议是开轿两梅花 然后再下来就是 两方块 那我跟我的同伴一直都会使用这个两方块 就是Mati 然后就是6-11点的6张的高花 还要再加上一个20-21点的平均排行 那这个20-21点的平均排行就相当于是 我们一般的乔友开轿直接开轿两梅花的概念 那再下来是 两红星的开轿 那两红星的开轿的话这里是 5张红星再加上另外的一门5张梅花的牌 那这个5张的话另外一门的话可以是黑桃 那当然还是会有些变化型 那譬如说我们现在台湾参加比赛的时候 我们的乔友大概对没有升价的时候 经常5市就开轿了 那所以呢当然是你就也可以这样用 就是5张的高花 红星是5张 另外一门的话大概就4张没有升价的时候 但是呢 我们有个发现就是这边第四点有个发现 如果你5市开轿然后又是高档 比如说9点10点 然后你是5市开轿 这个时候你后续教评就会很困难 当你的同伴用两网询问的时候 那你就不知道这个该怎么回答 就是基本上回答高档的话 那你应该就是应该要55 那回答低档这个 点力又不对 所以这个情况就不容易去后续教评 那所以呢 这个就会建议说就不要开轿 所以如果你是12加 然后54的牌组 5张红星加另外一门 然后点力比较多 9点10点的情况的话 那你要好像是高线 又好像不是高线 那后续很难叫 所以这个就不要开轿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发现 就是当你这个黑桃跟红星 都是55的牌的时候 黑桃跟红星55 然后又是高档 12加的时候也最好不要开轿 那因为这个时候 有可能miss掉将来的4黑桃 这是有可能miss掉的 那如果一定要开轿的话 我这边会建议 譬如说10点牌 那你有55的高花 那当然就开轿一黑桃 那9点牌55高花 要不要开轿一黑桃 就看自己的选择 好 这块是两黑桃的情况 两黑桃的情况 就跟两红星情况是一样的 那只不过这个两黑桃 就是它是5张黑桃 加上低花5张 再下来就是 这是 我跟我的搭档一直在使用的就是转换弱酱 那从两无网到三红星之间都是转换弱酱 那两无网代表梅花的弱酱 三玫花代表方块的弱酱 三方就代表红星弱酱 三红星就代表黑桃弱酱 那这个转换弱酱呢 其实下面这个第二个Case你不要使用 那我觉得转换弱酱也有它的好处 那因为大部分的情况就是 你转换弱酱之后呢 你的筛卡的牌啊 基本上 点力就不太多 那所以你其实不适合当装 那中卫应该由你的同伴来当装 那同伴的话可能筛卡的点力比较多 那所以他比较适合当装 那同时呢 你开销了若三之后啦 你的牌型就很容易被敌人知道 基本上你就是这个有一个长门 其他地方都是比较短的 那敌方在防御的时候也比较容易 那你转换变成你的同伴当装的时候呢 你的同伴的点力的范围 敌人不知道 那你的同伴的牌商的分配 敌人也不知道 所以敌人在防御上是比较困难的 那另外呢就是 这个这些弱教里面都有第二个case 就是两门好牌的教牌 那譬如说呢 这个两万开教本来就是代表梅花的弱教 那这边就增加一个case叫做 梅花加方块的好牌 那这个好牌是怎么算呢 就看看这个loser 那个loser就是2到4个loser 那如果你是刚刚开始一二加的话 那最好你这个主牌组就是两门好牌 梅花加方块的时候呢 最好这两门的牌组里面的那个 那个大牌点 大牌AKQ能够保证两张 每就是这个主牌组都能够保证有两张 那如果你的大牌是分散的 或是大牌在那个sidecar就是这个side shoot 就是在旁门的话 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不建议用这个 好就是这个开教好的两门来叫牌 那有些球友可能会觉得说 这个英文是不是写错了 通常我们讲英文的时候 会讲 to good shoot 两门好牌组 那其实这边要表现的不是这个意思 就这边应该是说 good hand with two shoot 就是好牌 然后有两门牌组 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这边我大部分都会写 good hand with two shoot 好那所以这个后面的这些都是 按照这样一个方式来叫牌 那这个直接开三线 这是基本上好的两门直接开三线 这个有好处 这个第一个不但是我们抢自己的合约 就是我们能够比较准确的 叫到自己比较满意的合约 另外好的两门 也是一个阻塞的一个作用 假设譬如说你这个 五张方派五张梅花 那你是好的两门 你开交一方派 那敌人很容易就叫个 一红心或一黑桃 那所以他们敌人就很容易跟你进教 那你现在直接开教个 两线 他要进教就要从三线开始 所以这个也可以增加敌人进教的困难 然后再下来这个三黑桃的开教 三黑桃跟三五网开教是一组的 那这个三黑桃开教是 力量是比较弱 但是他是任何一门的 solid的七张 就是任何一门 那三五网的话就是增加 至少有一张A后的K在外面 就是你的旁门会有一张A后的K 那三黑桃开教的话 基本上就是旁门不会有A后的K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个不见得可以强调自己的合约 但是一旦强调自己的合约 我们说这个赌博性的三五网 赌博性三五网基本上就是 拿这个AKQ 然后加上旁门的一些点滴去做开教三五网 那他的缺点就是你的排行敌人也知道 跟上面情况是一样 你的排行敌人是知道的 然后你的赛卡基本上点力不太多 那所以其实不太适合做装 那如果你这个拿了AKQ 就是拿了七张牌 赛卡都没有力量 但是你的同伴在赛卡上面有些力量 那其实你的同伴做装三五网 说不定就马上是有现成的九户 那即使没有九户牌 你八户牌 譬如同伴有一个K 那敌人不小心攻到这个K 也有八户牌 所以OK 不见得一定是能够 真的能够做成这个合约 但是呢 敌方要进教其实就非常困难 我们也知道就是 当敌方开教三五网之后 赌博性三网之后 接下来你的牌就很难进教 那所以这个不但是要抢自己的合约 也是增加敌人进教的困难 然后这个四棉花跟四方块 这个是一组的 那四棉花跟四方块 其实它的概念跟上面的弱教 的第二个case是一样的 那因为上面的第二个case 这个牌组都是连在一起的 那所以这边分开的牌组就是 棉花加红芯 下面这个的话是方块加黑桃 那一样的状态就说 那这个叫到四千会不会太高了 其实这个也是有阻塞的作用 敌人要在进教就是要到四千来进教 那这个是阻塞 那这个也可以比较快的能够判断自己的合约 那当然这个也没办法保证 完全都是能够做成合约 那你不能做成合约的时候也可以把它想成 这个是一个类似牺牲教 那下面这个四红芯 四红芯四叶塔 我们要五方块 这个就一般 你就是我们一般的开架方式 那所以呢这个就是 关于就是这个开架的方式 稍微等一下 我刚用手机在监看 再上这个网 结果现在跑掉了 好那再下来 再下来 这边把它列出来就是常用的一些一些约定 那现在我们的二该制度基本上就采用这个所谓的 反序的低挖的教牌方式 Inverted minor 然后破教以往 这个也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在用的方式 然后这个support double 跟redouble 这个也是大家基本上都有在用的 然后现在这个问 问S1430 这个也是基本上大家在用的 还有MicroCupid 这个也是大家在用的 然后针对这个Levinsault 这个基本上大家也都幾乎都有在用 那 比较少用的大概就是剩下的 对不起这个Sprinter 这个当然大家也都有在用 然后第四门新发的这个Forcing Game 这个也在用 然后reverse theory 这个基本上大家也都几乎有在用 就是针对 针对passcode的情况 高发配偶的状况 这个基本上大家有在用 那这个我打个三角形 就是说这个其实是有些修改的 然后这个Levinsault 其实也是有些修改的 然后这个SYE 这个现在台湾的乔友这个用的人 慢慢的变得很多了 这个SYE 因为这个教牌的方式就 就其实蛮简单的 那所以现在在乔市组里面 基本上几乎所有人都是用SYE 这个教牌的方式在叫 那比较少用的是这个好坏两股网 那这个就用的比较少一些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叫Levinsault 直接跳到四线去的这个两门的教牌 那这个也是比较少用的 还有一个是我跟我的同伴的约定 这个其实不是我发明的 是从金伦师的一本书来的 就是在四线五线的禁教的double 那这个今天当然就 这个今天大概没办法谈这个 也没办法谈这个 那今天最主要就谈 易梅花 最主要是谈这个易梅花的开轿 到底要怎么样去应付 好那这边列出来就是易梅花 之后的第一次打叫的方式 好那这个易梅花它是一个破叫的叫品 是一定要叫的 那所以呢就是这个一方块 就是0到8点 但是不是这个情况 不是这个情况 就是如果你是7点以上有4张 4张的高花 那你就把易梅花当作自然质的易梅花 用自然质的方式打叫一红心 所以这个易梅花的打叫就跟自然质的打叫 是一模一样的 那只不过这个 有些巧有 我们在打自然质的时候 就会偷一些点力 比如说 6点牌打叫一 4张高花打叫一线高花 这也是很正常 甚至于5点牌 甚至于4点牌 也有人去偷偷打叫高花 那但是这个易梅花开叫 这边不需要 就是按照这个制度来规定的 7点4张高花打叫 这个应该就很明确的一个情况 然后 打叫一方块的状况 还有9到11点不平均的排行 低花为主不平均排行 那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易梅花如果是打叫一黑桃 那他就9到11的平均排行 那这个9到11的平均排行 等一下会说他的好处 那所以呢 这个没办法打叫一无网的 又不能打叫一红星的 通通放在易方块里面 另外真正的波兰梅花 他还把12点以上的平均排行 也放在易方块里面 那我觉得这个会增加我们的 会增加我们的轿牌的困难度 那所以呢 在原版的这个我就把它去掉了 这个就没有了 那再下来是 就是两枚要跟两方块开架 这是佛星电 打叫就是佛星电 就是非常自然 5张的梅花或者是5张的方块 这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有些牌你很难叫 你可能就只有4张 那这个时候呢就 就叫了 这个跟我们的自然是很像 譬如说如果你自然是开架一枚花 那你手上的牌很多力量 那又没有4张高花 那你可能有4张梅花 你可能就达叫2枚花了 那这个就有点像 那再下来是这个 2红星的达叫跟2黑塔的达叫 那在原始的这个波兰梅花里面 他是说这个是墙牌 2红星2黑塔都是墙牌 那 这是我个人的见解 就是2红星2黑塔墙牌好像用处不大 那所以这里就稍微把它改了一下 就变成这样一个东西 那因为你如果是4到6点的两门高花 其实我们在大部分的叫牌制度里面 都很难应付 4到6点两门高花 自然是里面开销一枚花 或者开销一方派 很难去应付这个状况 你到底是pass好呢 还是要拖点益来叫牌 那这很难应付 那所以这边就把它放进来 2红星代表弱牌 然后两门高花 然后再过来是2黑塔 那2黑塔就是10到11点的邀请力量 任何一门 那这个任何一门就 基本上如果是 开销者是一枚花 那他如果是低档的话 他如果是12到14的话 那基本上除了方块之外 他其他门都至少有两张 所以这个你只要6张就可以了 6张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 这边应该要注解一下 如果你是方块的话 那你最好是7张 因为这不是弱教 这基本上是邀请的力量 那所以如果你是方块的话 因为同伴开销一枚花 他的方块可能是一张 甚至也是缺门 那所以如果你这个要 这个叫2黑塔 但是你是方块牌组的话 这个最好是有7张 那其他的牌组 你只要6张就可以了 因为你的同伴开销者 他至少保证是2张以上 那再下来的2无网 这个就是一般的 那限定力量 就是要就是 这是game portion 这是game portion 这不是邀请 然后三线的话 我们这边是把规划成这个 规划成是串教 但是这个串教也不是太 比较点力太少 就是7到9点 那这些状况跟上面 刚刚的这个2黑塔是一样的 就是说 你如果是其他牌组的话 除了方块以外 你其他牌组 其实6张也可以 那你就可以 就可以串到三线 那当然了 我们要串到三线 最好的方式是6加3 9张王牌串到三线是比较合理 但是如果你要做 比较强力的阻塞 你6张的牌 加上同伴给你保证有2张 那6加2 串到三线也不为过 尤其在没有身价的时候 6加2其实我认识是ok的 但是方块一样 你的方块要7张 因为你的同伴可能方块是1张 甚至于是0张 所以这个方块应该要7张 这样比较保险 那这个是有关于这个 一枚花开轿之后的第一次的打轿 那接下来就是 其实这个 应该最困难就是一枚花 一枚花之后回答一方块的状况 那 一枚花之后回答一方块 接下来这个其实 应该是最困难应该就是这个 这个学会的基本上我觉得 这波兰梅花就大概就废了一半 那 回答 这个再交易鸿心或者是夜夜讨 到底代表什么意思 就是 它包含刚刚的三个情况 就是一枚花开轿三个情况 第一档12到14 然后中间力量有枚花牌组的 还有 最高档18点以上任何牌型 先谈一下这个 大家最担心的就是第一档12到14 而且第一档12到14是 三到四张的高花 那这个大家很担心 那你会不会这个 叫了一红心那三张高花 然后最后我们打3加1的 合约 三张红心加一 同伴一方块的人 他也没什么典例 他都然后一张红心 那我们3加1 然后就打了一红心 最后合约是一红心 那当了 也许三加1的一红心 可能当地又给不一定 会不会这个问题 那 我个人认为不会有这个问题 完全不会有这个问题 各位想象就是一枚花 然后 敌方pass 灭轿牌 一方块 敌方又pass 你才会有机会叫一红心 你才会有机会叫一红心 当然如果你有四张高花 四张的黑桃 你就会叫一黑桃 因为你是 叫那个比较多的那个 比较好的那个高花 现在讲的是说 你只有三张的情况 那这个三张的情况的话 你为什么不叫EU网 EU网要是 因为你的同伴是很少点力 一方块是大部分的状况 都点力是很少的 所以你的这个EU网 这个其实像金准日的概念 你这时候EU网的话是 18-19的 这个是比较好的EU网 那所以你不能叫EU网 这个跟自然知识不一样 你这边不可以叫EU网 那你现在是低档的 平均盘盈要怎么办 你就只能 选择叫一红心或者是一黑桃 那你这个开叫一梅花的话 你一定保证有一门三张的高花可以叫 这是可以保证的 那现在就是说叫了一梅花 然后两个地方都Pass 现在轮到你叫一红心 那你会不会打一个合约是三张红心 不要说两张啊 另外你的同伴是两张红心 然后我们就打一红心的合约 那我跟各位讲 就是我打这个制度以来 从来没发生过这个状况 那为什么呢 经过两个敌人Pass 那要嘛就敌人平均排行 力量也不大 基本上就是敌人平均排行 而且力量也不大 那敌人的力量也大概就是 敌方的两个力量加起来 大概也20点左右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说我们这一方 大约也有20点 敌人两个都不进来竞交 所以敌人的力量跟我们的力量 敌人力量跟我们的力量 最多最多是差不多而已 那所以呢 如果这个教牌的过程 下一次的教牌 当然如果是这个一方块是 其他的 像我们刚刚说过的 是点力比较多 那就不成问题 现在讲的是点力比较少 那所以你的同伴会不会是0点呢 如果你同伴是0点的话呢 你这个一红心 你这个一红心 他就不会是这个12 14点这个case 他会是下面的case 那现在谈的是先谈这个case 那你现在如果说你现在只有12到14点 你这边只有12到14点 那你的同伴必然会再继续叫牌 那 我们下面会说你的同伴什么 不是我这个要再切到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地方去了 你的同伴什么 这个是你这个一方块答教者 什么时候叫了一红心之后 什么时候要继续叫牌 这个什么时候要继续叫牌 这个只要5点以上就要继续叫牌 那为什么5点以上要继续叫牌 因为敌人也不太有力量 那说不定这个一红心的人 他是18点以上 所以就是5点以上就要继续叫牌 那所以这个基本上不会打一红心这个合约 基本上是不太会的 我现在讲的是这个第一档的情况 那高档的时候当然有可能打一红心 所以这个时候你更不用去担心说 你第一档 然后打一个3加2的这个红心的牌组 我认为这个情况是不会发生的 那当你是第二个case或者第三个case的时候 你现在有15点以上 你现在有15点以上的话 你同伴当然有可能点益就少了 因为我们两家相加 跟敌人两家相加差不多20点 那所以呢就是 这个状况啊 尤其你有17点 那同伴当然可能只有3点 那同伴他就会pass掉 那这个时候呢 你会打一个4张的高发的 加另外看你同伴有几张的 的账数 那你18点以上 那你同伴当然有可能pass 那那现在就是说 那你18点的时候你要叫一红心吗 18点当然要叫一红心 就是你有18点 然后同伴呢5点一定要打叫的 那0到4点就pass了 那18点打一红心也不委过啊 不一定同伴一定要叫牌 那所以呢就是说 那你什么时候要叫一红心 就是在同伴4点以下pass的状况 你不会觉得可惜 你都可以叫一红心 包含18点以上 就是你这个同伴做不能再叫第二次 你这个牌不会有game 那你就是叫一红心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这个觉得说同伴 在4点情况把你pass掉 会有可惜的 那代表说你的力量就不止这个 那你可能就要跳叫了 或者用其他叫牌 好那这个 比较困扰的是说 那你现在18点以上 有5张低蛙加4张高蛙 要怎么叫牌 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看 比如说自然治好了 自然治你有开交一方快 自然治好 然后很多人就会说 我现在有5点牌 有4张红心 那我要不要叫一红心 要不要拖叫 点力要不要拖叫 因为同伴可能21点 甚至于5四的牌组 然后有单缺的 那这时候根本是四红心就铁牌 那这时候要不要拖叫 会有这个问题存在 那所以呢就是 就变成说那你现在 现在你有5张方块 有4张高蛙 那你是要18点 那你到底是要叫 是要叫一红心呢 还是要叫什么样一个状况 那现在就是 可能是以高蛙和优先 那所以呢我们就会建议说 是叫一红心 那同伴如果没有5点打叫的力量 他pass就结束了 那他如果有打叫的力量的话 甚至于同伴如果他4点牌 或者3点牌 他有4张的高蛙 他也可以给你支持 那3点牌他有短门 要有4张高蛙 当然可以给你支持 一红心变成两红心 他可以支持的 那所以呢同伴在点力很少 然后高蛙有支持的时候 他还是可以叫牌的 那这时候呢 这个game就可以被叫到 那当然这个冒险就是说 你4张红心 然后同伴就pass掉了 那就打一个4张高蛙的一个合约 这个是要冒的风险 好那这个 所以这个最困难的地方 应该在这个地方 就是在波兰梅花里面 最困难叫牌的地方 那剩下的其实就是按照常理的推断 那第一个刚刚说过的一方快打叫之后 一五网是18-19的 那接下来怎么叫牌 就看你开叫一五网的时候你怎么叫 那么开叫一网平常就15-17 那我的建议是 你开叫一网怎么叫 你现在这里就怎么叫 不要用两套制度 用一套制度就好了 然后再过来是 叫两梅花 在波兰梅花里面不随意叫两梅花 因为叫两梅花大部分的状况 都是保证15点以上 五张梅花 所以不太随意叫两梅花 然后再下来是两方块 那两方块是一个特约 波兰梅花里面两方块是一个特约 它是波兰梅花 任何牌血的波兰梅花 那这个呢 以这个适当的解决的 在自然质开叫两梅花 自然质开叫两梅花 然后现在同伴回答两方块 我讲的是一般的自然质 不是那个变形的自然质 那两方块的话大概就七点以下 那你现在两梅花的人很多力量 那接下来就不晓得怎么叫 那有人就直接 譬如说如果你是平均牌旋 就直接叫三五王 那或者是很多力量 然后呢有六张牌族就叫三红星 那这个当然也还好 但是如果你只有五张红星呢 那怎么办 甚至你五张红星五张黑桃 然后觉得应该有game 同伴零点你都要打game 那这时候你就很难叫牌 那波兰梅花里面就先用这个两方块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任何的情况 你任何已经是自己独一可以打成game 就叫两方块 那波兰梅花里面并没有说 你叫两方块之后 接下来怎么叫牌 那你们就接下来就自然叫牌 有什么就叫什么 那我们这里的建议就是说 既然有这个两方块的话 你就可以顺便询问你一下 顺便询问一下 同伴这个打交一方块的人 他的控制力大概有多少 那控制力回答是 A算两个 K算一个 那同伴打交一方块 基本上他的控制力应该 也已经不会太多了 那就是按照0123 一般的方式去做回答就可以了 那回答完毕之后 接下来的同伴自然交 有什么就叫什么 那再下来是 刚刚说过 你叫一红星或者一耶讨 怕同伴pass之后会有game的 那这个建议你就可以跳 跳轿 那这个跳轿呢 就会比较像自然质里面的 开轿两枚花的那个情况 开轿两枚花 然后两方块 再过来两红星 那这个有些人说 这个讲的是一般的自然质 有些人说这个两红星 可能是破轿要 这个这边继续要轿牌 有人说我如果是零点牌 我也给你pass掉 这个都在自然质里面说 很难解决这样的问题 那在这里其实 就是一枚花一方块 这个这边的两红星 其实力量就相 跟这边自然质的这个两红星很像 这个没有百分之百的 佛星game 但是呢 就点益还不错 所以当你的这个 一红星怕被pass掉的话 你可以跳两红星 那跳两红星大概同伴 零到二可能还是把你pass掉 因为他觉得这个点益没有用 零到二大概就把你pass掉了 那其他情况下就继续叫牌 那如果你比这个 如果你同伴两个点把你pass掉 你会觉得可惜 那你应该就用2万块了 2万块就是佛星game 然后再下来是 但是在波兰梅花里面 他对这个这一序列 他有他的 两门叫牌的方式 那我觉得那些有点复杂 那而且呢 我们在开架里面也有 两门叫牌的方式 所以呢 我们就舍弃不用 这边是把这个精准制的精神 把它采纳进来 那这个在波兰梅花里面 像碰到这样的排行 当然非常少 可是碰到这样排行的时候 也是很难叫牌 那所以22点441的情况 就直接把他用精准制的方式 把他叫出来 然后再下来是 下下来是这个3万 这个应该 其实我在想说这个188删掉 这个应该 使用机会应该不多 因为我们开架 比如说三年一桃 或者开架三五网 已经表示一门 sorry的排除了 所以这个地方 其实也可以不用 我现在讲到这边 我不晓得各位 乔友有没有什么样 要进行讨论的 如果没有麦克风 我也可以打字 好 那我因为昨天在准备这个POWERPOINT的时候 发现这个 把这个叫牌制度贴到POWERPOINT里面 实在是非常的累 那所以我就 看看说有没有直接 有没有办法直接用这个PDF来 来进行讲解 然后后来我就发现这个Edge 这个软体 这个Microsoft 出了这个Edge 这个软体 这个应该是浏览软体 那他可以直接在上面画画 那我觉得就很蛮方便的 所以接下来就直接用这个PDF 这个档案来进行讲解 那刚刚就是讲到说 这个一梅花一方块 然后现在你的这个开轿者 再叫一红心 那接下来就是 基本概念就是5点以上要继续再叫牌 5点以上继续叫牌 那你如果要支持呢 支持两红心 你这个譬如说这个 如果这个是一红心 这个量如果是一红心 那你想要在 你想要在这里支持两红心 那你点击当然可以少一点 事实上就可以支持了 那你点击就可以少一点 那当然你说那这个 开轿者的一红心可能只有三张啊 三张加四张可以打两红心吗 我觉得当然可以打 这个无所谓的 三加四张当然可以打两红心 那尤其你的这个 这个同伴如果他在 他18点以上他在等你的两红心 那你当然就更要叫了 因为这个要有游戏 那所以这个 如果你是支持同伴的这个一红心的话 那这个两红心的力量可以 稍微降低一点点 那而且看你的张数了 你的张数越少 越多当然点率可以降低一些 那其他的基本上 基本的原则就是5点以上 那特殊的状况是这个 这个9到11点这个特殊的状况 就是不平均的低一花的排行 那这边的建议是这个两无网 就是9到11点的两门牌组 他是不平均的 如果是5422的话 5422的话 其实我会建议 刚开始的时候一枚花 这个地方就会 这个叫一无网 而不是叫一方块 所以一方块应付了9到11点 应该就是不平均排行 是54的不平均 或者是单一排组的6张以上的情况 那所以三棉花三方块 这个有跳教 这个有跳教 就是9到11 6张的排组 那另外一个最常碰到的是这个 就是一棉花一方块 一红心一无网 那这时候的这个一无网 是平均排行5到8点 那你这个就是自己没有四张高花5到8点 好那再下来就是如果你是打教者 有再回答的状况 那如果你是低档的话 基本上就挺了 大部分都挺了 尤其是像这个一无网 这个是最常碰到的情况 那是一棉花一方块一红心 接下来是一无网 那你大部分都是低档 我们开销一棉花 其实大部分的状况就12到14的平均排行 那叫到这个地步基本上就挺了 好那比较少见的当然是这个一棉花开销是 强牌的时候 那如果是接下来再叫两棉花 这个就是波兰棉花里面不随意再叫两棉花的 再叫两棉花都是表示15点以上的牌 那像这个形状的话就是代表它有四张的高花 还有五张的梅花 那五张梅花还是要15点以上 那这边的两方块 这边的两方块跟两棉花稍稍不太一样 因为如果是15点的方块牌组 你可以开销一方块不平均排行 那平均排行本来就开销15 是不平均的排行 那你会开销一方块 那所以呢这个你这边会叫两方块 那基本上你就会有18点以上 那这边是说你有四张的高花 当然不排除五张 你有四张高花也可能五张高花 然后再加上这个一定是五张的 这个方块一定是五张的 那那这里这里也一样 你也可能五张 但是如果五张的话五张高花 你基本上就不会只有15点 你一定18点 因为五张高花15点的话 你只能开销一红心 五张红心15点只能开销一红心 所以如果你这边是五张的红心 那基本上你一定是18点以上 然后再下来就是你刚叫了一次 一线高花 譬如叫一红心 那你这里再叫两红心 再叫第二次红心 那你就是五张的 原来这边一开始不知道你有几张 你可能是刚说过了 你可能是三四张 也可能四张 也可能五张都有可能 那你再交一次一定是五张 那五张代表什么意思 你一定是18点以上 那这个时候另外还有一个 第二门的低花 那个就不用叫了 那无所谓的 那如果针对的是刚是 这边这个是黑桃 这个地方如果是黑桃 那这个时候你这边再叫两红心 就是一梅花一方块一黑桃一五瓦 然后接下来你再叫两红心 那这个就很自然了 那第一门一定是五张 那第二门就是四张 那你第一门五张 你的高花五张的一定是十八点 那再下来是 就是 就是 加下来也都是自然叫了 你会再叫两红网 那你就平均排行 那你平均排行的话 那基本上不会是第一档 因为第一档的话 叫到一红网就已经停了 所以你再继续叫牌 一定都是强牌 那你再叫两红网 当然不会只有十五十七 所以一定是十八十九 然后再叫三红网 那就更高 更高档了 22到24 那中间有一个20到21 20到21 在开载的时候就已经叫完了 所以 这个不会再二十二十一 就是要嘛就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的同伴是回答 EU网 那基本上 这个基本上的合约都已经是三五网 这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只不过是说 你的同伴回答EU网的时候 他可能有三张的高花 那这个时候也许他还可以选择 四线的高花来打 那再下来是 再下来是这个比较特别 这个要不要用 其实我也很犹豫了 这个 就是现在是 一棉花一方块一黑桃 一五网 接下来是三棉花或者三芒块 那这个的话 就是你当然一定是18点以上 那就是原来的牌是一定只有四张高花 另外呢 低花会有六张以上 那这个当然会很有意就是 你六张的低花 四张的高花 你低声到底要叫 要叫这个 还是要叫 两棉花你不能叫两方块的 因为两方块是个特约 是四星的特约 你不能直接第一次叫两方块的 那所以这个 我刚说 在波兰梅花里面 如果你有五张方块18点以上 这个很难叫牌 因为一棉花 一方块 接下来你不能叫两方块 两方块是一个特约 是四星的特约 那你怎么叫三方块 那可是如果你只有18点 或者甚至于19点五张方块 跳三方块 是不是也跳得太多了 基本上这个还不到我们 自然自开叫两棉花的力量 所以这种叫牌就很难叫 18 19 五张方块 那平均排行还好 你可以当做平均排行来叫 但是如果不平均排行 你这个叫三方块不适合 然后又没有两方块可以叫 所以这个情况很难叫牌 那所以这边还会安排说 18点以上不平均排行的五张方块 可以直接开叫一方块 那这边的话 再回到刚刚这个地方来 就是这个 这个 跳跳山棉花三方块 那就是 方块是六张 或者 棉花也是或者是六张 那低花一定是 低花一定是 这个高花已经只有四张 那接下来就是说 那如果你五张 你如果是五张 五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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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五张黑桃 五张方块 五张黑桃 五张方块 那你的第二升五张黑桃 然后呢 你还五张方块 你第二升一定是叫两方块的 叫出来这个低花是保证五张的 不是只有保证四张而已 保证五张的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 经过这样一个轿牌 一梅花 一方块 比如说一黑桃好了 然后一五瓦 再叫两方块 那这个就是 一定是五张方块 那高花可能四张 也有可能五张 那你要不要介绍你的五张高花 如果他这个打叫者 他有三张 三张黑桃 这时候他可以叫两黑桃 他可以叫 那如果没有叫两黑桃 他没有叫两黑桃 那基本上他就是否定 他有三张黑桃 那如果他已经否定你 他有三张黑桃 你再叫你的五张黑桃 好像意义也不大 所以也就不用再去介绍 你有五张高花了 那所以这时候反而是你的低花 你的低花 你就要看看说这个到底能不能 有一个game 那甚至于 这个当然离满贯比较遥远 那你是不是有个game 还是不要打game 所以比较着重在我们的低花上面 那所以这个你有五张黑桃 五张方块 其实如果同伴不叫这个 这个没有叫的话 那他就没有三张黑桃 你的五张黑桃其实也不用再介绍了 你的五张黑桃其实也不用再介绍了 好 那 再下来是 如果你直接叫一玫花 一方块一两玫花 这个要有15点以上 五张的玫花 那这个15点五张的玫花的话 基本上是否定有四张高花的 那接下来这些叫品都是 都是很自然的打叫 有什么都叫什么 那比较特别也许是这个 就是跳叫 那你这个 单一跳叫 这个就是不寻常的跳叫 那这个就是Sprinter 就是你的低花是配合的 然后这个是单张 这是Sprinter 然后再下来是 一玫花 的开叫 你的同伴不管 刚是说一方块 然后回答两方块 其实不管你的同伴回答什么东西 这边的两方块 通通都是破信片 那当然你这个如果同伴是一方块 再打叫的话 你留两方块 当然这个要有强大力量 你的同伴是 回答一红心 他是有7点以上 你有18点 当然已经是Forcing Game了 所以你的两方块是很自由的 你的同伴一红心 你两方块不用到很多点 你18点就可以了 那你的同伴如果是 回答EU网是9到11 那你自己算一算9到11什么样的情况 你还要再叫两方块 9到11是一个很限定的一个教品 那其实很大部分不需要叫两方块 你就可以决定你的合约在什么地方了 那所以这个两方块 能然是这个问控制 那问完控制之后 这个后面后续的这些教品 到底要不要使用就因人而异了 这个教品是我们的这样的设计是说 你可以用CAB来 这个 这个是控制力教牌 CAB是控制力教牌 那控制力教牌 这个CAB应该在网络上有明确的定义 那我在第 在第0章的地方 也把控制力教牌的 打教方式 这个 控制力教牌是三体询问的 有这个打教方式也有写在这个 第0章的地方 那这个下面这边 这个是一个范例的 然后再过来说这个一棉花 一红心一黑桃的正性打教 那正性打教 这个正性打教 其实就是在这边的这个采取方式 其实就可以按照 即使各位不要用这一套 都可以按照你自然自的 这个继续教的方式 因为这时候的一棉花你的范围 你的刚开教 那你的力量可能是低档的12到14 也可能是很多点 所以接下来 其实都可以用你的自然自的打教方式 唯一比较不一样的是这个 就是一棉花一红心两棉花 我们不轻易回答两棉花了 两棉花一定15点以上 然后呢 2万块也是一个特约 是刚刚是问了这个你的控制 那剩下其他的东西 剩下其他的就按照自然自一般的 教牌的方式就可以了 在波兰梅花里面 其实可能不光是波兰梅花 在精准质 就这个中华精准质 里面也有类似的概念 那就是说一棉花 如果这边是一红心好的 那你现在跳 跳山 现在这个不能随便跳三棉花 好了假设你跳三棉花 两棉花已经15点了 跳山棉花一定要18点以上 这个当然跟我们自然自开销不一样 自然自开销一棉花 那跳山棉花只要16点就可以了 但是这里因为我们是波兰梅花 这个跳山棉花一定要18点以上 好那重要就是说 他否定高花的支持 已经否定了 所以你叫一棉花一红心 然后这个 叫了三棉花之后 这个叫一红心的人 不要去问说 你可不可能有三张红心 不可能的 这已经否定红心的支持 如果跳三方块 那跳三方块就更多了 这个基本上就是一棉花 一红心跳三方块 那这个应该会到21点 因为我们开交一方块的时候 18到21可以开交一方块 所以这个应该会有21点 这个也是否定高花的支持 那如果你高花有支持 怎么办呢 高花有支持要怎么办 高花有支持 那高花有支持就叫两棉花 因为你是棉花牌组就叫两棉花 那如果你力量太多 你可以叫两万块 你已经破新game的 可以叫两万块 也不用跳到三万块 所以这个跳上来这些东西 都是一个特定的一个状况 就是否定高花的支持 然后叫两无网 叫两无网就跟我们一般 自然是叫两无网一样 1849点的平均排行 那只不过这边设计上 把它稍微区分一下 这个两无网 还有直接叫四红心 还有三红心 这个有所区别 那如果是直接叫三 三线高花支持的话 那就是 就是我们一般的自然自得 就是跳三线支持 那自然自得跳三线支持 你有可能这种状况 点力不足 但是你有单缺 那这个当然可以叫 把点力加进去 那所以这个 这个 跳三线的支持 当然会包含 就是自然自得两种情况 一种是点力充足的 一种是点力不足 但是有单缺的 那有单缺的时候 这个 同伴如果将来想要打满贯 那他可以问你 到底是点力充足的 还是有单缺的 他可以问 那另外这个直接跳四线的 直接跳四线的 那我们这里就把限定说 你一定是五四二二 那因为这边是开交一枚花 所以他真正的主牌组 大部分还是以梅花为主 如果你这个 点力很多 然后高花只有四张 那你的主牌组 应该就是梅花 所以这个 直接跳四红星 就是十八十九 那有 就是 没有单缺 所以你就五四二二 然后呢 在这个 在外就是 还有这种情况就是 你有Sprinter 还是可以叫的 直接叫就Sprinter 这个直接叫就Sprinter 还有另外有一种 这个我们也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比如说一梅花一红星 然后你现在十五十七有单缺 有短门 那你我们一般自然 就直接叫四红星 那这个四红星呢 很难去判断 你到底是直接是 像上面这种 是点力充足 没有短门的 还是点力不足 但是有短门的 那所以呢 这里就可以用这个 在波兰棉花里面的概念 就是 就是 这个也不能叫mini Sprinter 就是轻微的Sprinter 跟Regular Sprinter 就是一般的Sprinter 一般的Sprinter 是点力充足的 那这个是轻微的Sprinter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教品这边就 稍稍跟我们在自然市的时候 不太一样 就是这个Sprinter 一般来讲 在自然市的时候 Sprinter 就是Regular Sprinter 就是一般的 但是这里 这个Sprinter 不能当作Regular 就是 点力不足 但是有 任何一门短 任何一短 然后这边三无网 也不是我要打三无网 不能误会成功 我要打三无网 这个三无网 代表的就是Sprinter Spec 好那 刚刚说过 如果你跳三红星之尺 像这个 你跳了三红星之尺 那你有两行 有一行是点力充足的 十六十七的 一种是点力不足 但是有短门的 那你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商业塔问一下 那商业塔问一下 就是一个是点力充足的 一个是点力不足 但是有短门的 那这个就可以用这个方式问一下 那我们问短门的方式 基本上就是 最低阶的回答是没短门 但是这边的情况是没短门 但是它是点力充足的 那这外 上两阶是有短门 但是点力不足的 那这个短门回答的方式 是现在这边只有两个情况而已 因为开交易梅花轮 梅花轮不可能是短门的 所以它的短门的情况 就只有方块跟黑桃 所以这个是代表方块 这个代表黑桃 用这个高对高低对低的方式 两门排组的时候 低对低 低的就是方块 高的就是黑桃 然后最低的那一个是没短门的 好那再下来是 是刚刚讲到这里的地方 一梅花一红星 这个是轻微的Sprinter 那这个轻微的Sprinter 如果你想要知道 你的同伴到底是 是哪里是短门 那你就用上网问一下 那上网问的时候 因为它已经告诉你 它一定有短门 它这个三天讨事告诉你 限定点力不足的有短门的 那所以你就回答短门 那回答方式一样 低对低高对高 那这个是不是要用上网去问 可能大部分不需要 这个应该要 想要打满罐的时候才需要 因为如果你这个点力不足 你问的出来东西也没什么用 所以应该是想打满罐的时候 你才需要用上网去问 那这个一梅花一红星 还有下面的一梅花一黑桃 这个情况是类似的 那 对于这个点力不足的 一黑桃点力不足的 你不能叫三黑桃 你要叫三无网 就往上推一整 往上加一几而已 这个要叫三无网 那所以这个情况一样 那一梅花一红星 再加一线 那接下来这个就可以用syg 那syg 在网络上可以查得到 他的教牌方式 那这边就没有要介绍 就syg 现在在 喬世主的那个喬友 大概就是很普遍的一个 教牌的方式 就是syg 那剩下的这些东西 其实 嗯 教法都蛮自然的 这个就 应该是一般的sprinter 然后 我觉得这个都差不多 看一下 看一下就是 如果被敌人插交怎么办 被敌人插交怎么办 比如说一梅花 他 pass 然后你的同伴回答一方块 便插交一黑一堂 那 其实这个 这边的这个 规定是 相当严格 呃 你真的是低档 就怎么pass 12到14 你怎么pass 你不能让同伴产生误会 你不能自己叫一个两梅花 你直接叫两梅花 记得两梅花是不不轻易打叫的 两梅花叫出来就是15点以上 那所以你当然就没办法很舒服的去叫两梅花 即使你有五张梅花你也不能叫 你就pass 然后看同伴能不能采取行动 同伴如果他有 有一些力量他还是可以double 重叫的 那如果不行的话就让敌人打 然后再下来 再下来就是 double 这个double 这当然是破半 但是呢这边也是强力的规定要15点以上 那 这个 这个不像我们自然质 如果自然质的话 一梅花一方块 一红星 一黑桃 那你很容易就叫double 那甚至有人打那种support double 方块的也有可能性 但是呢这边就是 反正你只要在出生的 你都是要强牌 最低档的12到14点你就pass 然后再下来是 我们的桥有比较少用的是叫lubbins transfer 那可是这个我觉得这个国外的高所也蛮多人使用的 lubbins transfer 那 这个 比如说你被 地方double了 好 那lubbins transfer 就直接transfer到 到这个地方 就是这些东西都是总换叫 全部都是总换叫 包含redouble 所以这个redouble并不是自然质的redouble 这个redouble就是我想要叫一方块 那我想要叫一方块就是 就是 当然你没有点你就不用叫了 你如果是真的是没有点就直接pass 所以你想要叫一方块 基本上你就是有力量的 那这边讲的就是你还是要7点以上 你是有力量 你没有力量就pass 然后一方块就代表红心 一红心代表黑桃 全部转换叫 那一黑桃呢 一黑桃就代表一污王 那一污王就代表两梅花 两梅花就代表两 两梅花就两梅花 那这个一污王也是 也是转换转换到两梅花 所以它当然是好牌 就是原来你的 你的 你的两梅花的意思 现在用一污王来表示它 所以它就是好牌 那这个空着没用的 两梅花那两梅花就是一般 很像自然质值的叫两梅花 那就是一般的race 没有什么特别意思的 那两梅花以上 就还是按照原来的教品的意义 两梅花那是forcing game 五张梅花 那如果是譬如说被人家插掉一梅花 这还是rubin transfer 一路转换 那这个转换到哪里 抱歉 对对对 这个转换没错 那这个double就代表红心 那一红心就代表黑桃 那一黑桃呢 就代表没有高花 没有高花 那没有高花这边 你又没有高花 那你一定是有一定是有梅花的 所以这个黑桃其实是应该代表你一定有梅花的 然后义乌网就 就是这个就没有转 这边就没有转换 这边就是一般的义乌网 那两梅花就一般的两梅花 那再往上的就是跟你的这个 原来没有差跤的情况是一样的 那还有一梅花被人家盖叫一方块 现在 在乔市组的乔友有人叫一方块 是代表红心 盖叫一方块代表它是红心排除 或者被人家盖叫一红心 那是红心排除 那这个这个能源是路宾 transport 那 那 我们就看 下面这两个比较正常 是这个先不要管他 看这个 一红心 然后被double 就是你就说有黑桃 就是黑桃 这个double就代表黑桃排除 那黑桃呢 黑桃就代表没有黑桃排除 一黑桃就没有黑桃排除 那没有黑桃排除 什么意思 就take out 那你就是基本上是应该有地方排除 那其他的都很自然 那一玫花 double 那这个就是一般 自然质的 教育方式 ok 这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就是 比如说这个一玫花 这个一玫花 然后现在 其实我们double 我们这边刚讲的这个double 是代表红心 我们double是代表红心 按照我们刚刚的这个rubing transfer的话 如果敌人叫一方派 那我们这个double是代表红心 或者是一红心就代表黑桃 一黑桃就代表 代表 就是没有 没有高花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要记得不要轻易叫两玫花 叫两玫花一定是这个 一定是五点以上 那所以呢 怎么办 你第一档就只能叫以往 即使你没有 没有党 没有党 也只能叫以往 那所以这个比较特别 就是你不能说五张没话 就叫两玫花 你没有党就叫以往 那有人会问说 那这个没有党 那将来如果要打三玫 怎么办 你要打三玫之前 你要重新check一下 你的方块有没有党章 所以这个以往 不代表有方块党章 他只是告诉你说 我就是不支持同伴的排组 而且呢 我也是低档 大概是这样一个状况 然后这边有一些观察跟建议的哈 就是说哎 在自然市里面 如果你的同伴开叫一枚花 然后你现在有四张高花有十一点 这个基本的情况你就会邀请成局 就是你可能先打叫一线高花 然后看同伴怎么叫牌 那你就会再邀请成局 那同伴如果当然他如果有两红星两黑桃可以叫 他当然会叫 那如果没有的话 他同伴叫一枚花 你也会叫到两枚花 基本上会邀请成局 那这个地方就 就有些从波兰梅花得到了一点点小小小的好处 就是你现在你的同伴开叫波兰梅花一枚花 那你现在有四张高花有十一点 那你是不是将来一定要叫到两枚花 那不一定 就是如果你有 有diamond 有方块以外的大牌 那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你的同伴啊 这个会有短门只有方块会短 我现在讲的是低档 那高档本来就不用担心这个叫不到game 高档一定可以叫到game 这没有问题 现在讲的是低档 那低档的话你现在有十一点 那你同伴如果没有 不太可能会变成game的时候 你不见得一定把它叫到两枚花 那怎么办呢 就是用方块来做判断 因为你的同伴如果有短门的话 一定是方块 那你短门方块的话 你就是方块S4有用的 其他是废牌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其实可以只叫EU网 那什么意思 这个我就叫EU网不要打掉一红星了 EU网我也可以打 那这个EU网 刚刚上面忘记讲一个 这个EU网 我找不到没有钱没有没有没有写在这里面 这里有 EU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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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U网是邀请 这个跟自然知识不一样的 因为这个EU网是9到11 所以两枚网是邀请 14点就可以邀请 14点可以邀请 好 所以你现在拿到11点 那你有些废牌 那就打叫EU网 等你的同伴来邀请你 那同伴不能邀请你去打EU网就好了 那也就不用再叫到EU网 那当然其他 其他情况你还是要回答 你还是要回答 乖乖的回答EU网 一线高花 现在就是说 你现在有11点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要避免叫到两无网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 然后波兰梅花也建议就是说 像这个 如果你现在有 有四四的第一花 单张黑桃 那你现在听到同伴回答EU那怎么办 那很多时候我们会说一方块 然后叫两莓花 所以说 四四第一花 那就叫了两莓花 那不喜欢回答EU黑桃 那波兰梅花建议 他不要叫两莓花 他建议叫EU网 这个case 所以这个叫EU网的时候 这个不见得 不见得没有短门 他的短门可能就是黑桃 那如果你叫了EU黑桃之后 同伴有四张 比如五张黑桃 四张红心 他会非常舒服的叫出两红心 那如果你现在叫了一方块EU黑桃之后 叫了两莓花 那同伴有四张红心 他没办法叫牌 他大概就选择方块跟 莓花选择一门来打 没办法叫牌 所以这个时候这个波兰梅花建议说 你要叫EU网 那这样的话 你同伴有 有红心 他可以很舒服的叫出两红心 那你就根据你的牌 你看要不要加三红心 那就也是 因为这个EU方块 EU黑桃 EU网 然后两红心基本上不破教的 这个基本上不破教的 那你就可以打这个 打这个两红心的这个合约 那这个 就看啊 这个是看 看各位要怎么使用 你觉得要叫两莓花 那也OK 就是不会 就倒到这两红心 好以上是有关于这个EU棉花的开转 那两莓花开转 那两莓花开转的话这个就会像 清准字一样 那就是不过这边限定的力量是11到14点 6张的梅花或者是5张梅花带一门高花4张 然后呢 这里的话就是 如果13 14点你可以带5张的高花 好那两莓花 这个其实下面的教品跟精准字都非常的类似 那就用两方块来询问 那两方块在询问的时候 精准字跟你说你要10点以上邀请力量 那其实不用 其实你只要排行配合的好 你能够 能够控制得当 那其实你就可以用两方块来询问的 譬如说 你这个什么 4441 6点牌甚至都可以叫两方块 这个反正你的同伴的回答 你可以承受得了 你就可以叫两方块 那接下来他的这个叫排方式 其实跟精准字一样 两方星两黑桃就不破叫的 然后三方星三黑桃 三方星三黑桃 或者甚至于三方块 这个是邀请 这个完全跟精准字完全一样 那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 这个两无网 在精准字里面两无网是邀请的力量 那在这边的话是颠倒过来 两无网是弱 三梅花是比较好 所以两无网也是 是这个梅花支持 比较差的牌 三梅花是梅花支持比较好的牌 是反过来的 那他这样设计他有个 有个附带的好处就是 是当搭叫者有另外两门好牌的时候 他就比较容易叫 比如说两梅花 两无网 他现在搭叫者因为他有 他有 他有 基本上 你叫了两无网之后 你的同伴基本上就要回到 三梅花 因为你是做牌 你是做的梅花支持是做牌 所以你的下一次的同伴 基本上就回到三梅花 然后呢 你如果后续在叫牌 就可以 表示你的另外两门的好牌 这个是 波兰梅花他附带的一个 设计的好处 然后这块是两万块的询问叫 那这边的这个询问的 答叫方式跟 跟 波兰梅花 就是跟精准字 有些不太一样 那两红星两黑桃就是 就是四张 那 这个地方我们是稍微改一下 就是两无网是第一档 三梅花是高档 然后再下来是 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跟精准字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个是代表四张牌组 那精准字是说这个地方是短门 那短门跟牌组是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那这个波兰梅花但是说这个应该是 是牌组 那而且是高档 这个是高档 那刚有说过 那如果是六张梅花 还有加上另外一门四张的 另外一门五张的 是三十五点 那就直接把它交视线 你的同伴有询问 你就直接把它交视线 就是六张加五张的 那那因为六张加五张 我们是说高档才可以 开交两枚花 这个时候如果同伴用两方块询问 你就直接把它交到视线 然后再下来这个 这边也特别要介绍一个东西 就是低花RKC 那这个跟我同伴一直在使用的 这个低花RKC 就是你在视线 譬如说这个case 两枚要两方块 那两方块的话 基本上你不能把它视为制作牌 它是一个邀请 邀请以上的牌 基本上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两枚要两方块 然后现在叫四枚花 那这个不是邀请 这个当然在经文字里面 可能还是邀请而已 但是这里我们就说这个 这个是好牌的 不是邀请 所以只要在视线 叫到我们的低花牌组 有对应到的低花牌组 它就是RKC 那这个就是用这个叫做低花的RKC 那这个样的话就可以节省你在用试网 新闻X的空间 那其实低花RKC不是只有梅花 方块也一样 就是在你的前一个阶段 有四墙过 任何一次有四墙过 那你现在回到四梅花 不管哪一个人回到四梅花或四方块 Fit到的我们的低花 它就是低花RKC 那换句话说 我们基本上不太打四线的低花 的这个合约 那在情况不明的情况之下 你如果不能确定你的同伴 这个叫牌 到底是问A还是想要打 那你当然就是以问A为主 了不起就多打一线 从四梅花变成五梅花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低花RKC的方式 那回答方式的话就按照你们的约定 是1430还是0314 波兰棉花是建议是要1430 这个 这个询问 询问S的方式 连波兰棉花他都有规定 都有一些建议 他说股收的人都是0314 然后22这样一个方式 那现代人基本上已经不是那样子打 都是打1430 那下面是一些附加的东西 这个要不要用就OK的 那总是就是说 回到四梅花 从两方开始回到四梅花 基本上都是低花问A 那后面这边有一些是被插教的一些 一些教牌的方式 那我想这个就供各位参考 那如果说不用这些内容 你直接如果以前有打过精准字 直接用你自己的精准字的那个两梅花开教 的那个教牌方式 我觉得都OK 那我在这边准备做一下这个结论 就是 我觉得波兰棉花 如果你有打过精准字的话 那你唯一要学的一个东西 你唯一要学的一个东西就是一梅花开教 那如果你之前没有打过精准字的话 那你就要学一下一梅花开教 跟两梅花开教 那你只要把一梅花学会了 基本上就OK了 其他所有的教牌的方式 包含这边所规定的说 三线转换教牌 这个都可以不要使用 就依照你原先 你跟你的同伴 自然教牌的方式就可以使用 所以重点就是这个一梅花 跟两梅花 所以这个其实是很容易进入的 就是直接用你原先的教牌方式 然后改变一梅花跟两梅花的教牌方式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马上进入了 那我个人的见解就是 当我们使用一个制度的时候 这个制度到底好不好 应该是说 你打了这个制度之后 你的成绩也没有比以前还要好 而不是去跟别人比较 别人本来有些人就是高手 那我们就是可能打牌 没有打得那么顺畅 那我用了这个波兰棉花之后 我就要赢他 那这个可能也不见得是容易的事情 但是只要赢自己过去的我就可以 那因为刚开始用这个疫苗开教 一开始其实会常常弄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实验期至少要一年 一年的时间 至少要一年的时间 然后有些磨合 然后有些发现说要怎么叫 那我觉得这个一年之后 才能够来判断说 你这个用的波兰棉花到底有没有得到好处 那我想我今天的讲解就到这个地方